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长陈淑慧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理事长王雅为 中家宽平台北市总经理徐雪林 与中山及文山社区大学校长共同主持下 公用频道台北游影山系列活动 影片争选正式起跑 观传局长陈淑慧希望 借这项活动邀请民众以各种不同角度 拍出属于自己的台北故事 其实台北非常精彩 他可以很快的就到想要接近大自然 很快就可以去走走台北大众走 那想要去看看夕阳就到我们大道城 那想要吃也有很多 不管东西南北区 十二个行政区都有很多传统美食 那台北呢 有想看看那个欣赏音乐艺术文化 在台北也非常多 所以今年在那个我们跟有些人电视台的一个合作底下 除了一个开放性的大家都可以去拍 另外一个就是台北的旅行 那台北旅行里面我们夏天又有很多的 不管是大道城的夏日节 或者东区 或者是夏天小朋友的玩水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一个题目里面就是台北的各种旅行 我们欢迎大家各位市民朋友 透过你的手机相机摄影机来拍摄 我们台北各种好的旅行 那让不管是我们的市民朋友看到 甚至一样影像就是无国界 可以传到国际 所以欢迎大家把台北最好的旅行呈现出来 中佳宽评台北市总经理徐雪玲强调 媒体金融是市民的权利 为了鼓励民众善用公用频道这项公共资源 这次活动总奖金达14万元 最高奖金3万元 媒体金融是我们台北市民的权利 那这边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特别也希望能够奖励更多人来参加 所以我们的总奖金规划是14万 那首奖有3万 那还有这边我们的活动名称台北游影3 请大家就是要锁定第三频道公用频道 首都与14所社区大学合办台北游影3 公用频道增见系列活动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今年度除了提供教学资源给社区大学外 为了鼓励设大课程学员 把课堂作品放上公用频道播出 更增设社区大学奖项 期盼学员运用各种媒材 记录台北的在地生活 能文艺术与特色活动 我们在教学的部分 我们就要拜托中家宽平派老师 给社区大学资源 那14个社区大学都可以跟我们协会 或跟中家频道来联络 我们派老师去教社区的民众 怎么样使用影像跟拍照 那么拍完照之后 您就可以把影像传到我们的公用频道 就可以在电视上播出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在年底有一个社区大学奖 提供1万块的奖金 只要您是社大的成员 把作品抛上去 然后您获奖就有1万块的奖金 我们希望鼓励社区大学的学员 能够多利用公用频道 台北市公用频道协会 及中家宽平联手深化与社区大学的合作 也获得社大方面的肯定 尤其提供公用频道平台播出机会 对学员的创作来说更具有实质鼓励意义 现在中家也加进来了 我们是好邻居啊 我天天上班要经过你们公司门口 希望呢你们有更多的 可以让我们学习的机会来进来学校 那刚刚我在支持的时候我也讲过 也希望我们的高中的孩子们也可以呢 一起利用这个机会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我们公民新闻记者目前大概是六七位 是文山社大的公民记者 那他们一年呢就可以拍出上百部的影片 然后呢会有四十几部是精选 就是代表了地方的新闻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这些影音资料呢 不是只有进到公用电视这一个全国频道 因为它我们文山社大跟我们台北市十二所社大 我们的影音故事都是来自于我们台北市 我们希望在台北游影山 可以就是让大家可以更容易更方便的看到 然后而且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的影音的故事呢 可以召唤更多人来参与 让大家知道这一点都不难 台北市观传局方面表示 今年影像争选比赛分为题材不限的开放性主题 与以台北小旅行及公民生活为主的特定主题 影片长度从一分钟到三十分钟 再以影片性质分为剧情组及非剧情组两组 两个组别的首奖将获得三万元奖金 另外系列活动还包含了企划案征选 影像人才赔力课程 台北大声工等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一起用镜头发掘台北这座城市的美好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亚罗斯拉夫特罗菲莫夫是华尔街日报的首席外事记者 这次受台大新闻所之邀 以我的外交记者生涯 从乌克兰到中国为题发表演说 分享他作为外交记者的生涯经验 以及在战地的观察 并且以无二战争为借禁 为台湾民众带来启发 这一位记者他非常的优秀 因为他连续两年 2022跟2023都是普利兹奖的国际新闻的最后的入围者 所以可见他对于国际新闻的报道 这个是得到美国最高的新闻奖的荣誉的肯定 那他其实也有得过其他的奖 那这么优秀的一个记者 而且他今年他入围的作品就是报道乌克兰战争 那这一位记者他本身其实他是乌克兰人 他谈的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国际新闻记者 他的生涯 然后呢 从乌克兰到中国 那这个其实就是刻画了 他长久 他其实有20多年的记者的资历 那他长期在国际事务的报道 他报道过 其实他报道过伊斯兰世界 报道过那个阿富汗的议题 报道过伊拉克战争 报道过乌克兰等等 那他分享了 我想他这里面摘要几个 他刚刚所分享的重点 那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的是说 做一个国际新闻的记者 他每次到一个新的不同的国家 他都必须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 那这个充分的准备呢 他当然比如说要阅读书籍 因为我想记者不可能你 就是空手到一个现场 可是他一直再三强调 要当一个好记者 他认为最重要的特质 就是要保有好奇心 那他认为说好奇心会驱使你 想要去探索世界 驱使你会去 愿意追求更多的知识 了解各个世界各个社会所发生的事情 跟探求真相 那我想从尤其他今年的入围的作品 是乌克兰战争 那台湾人我们其实对乌克兰战争 是非常有感 Yaro他就从他的报导经验里面 其实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在乌克兰战争为什么 本来大家都以为说两个礼拜 可能乌克兰就会被拿下来 可是这个战争已经延续了一年多了 他认为这最重要的就是 乌克兰人他们抵抗的意志 所以这个不只是一个 像Zelensky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而已 他认为是全体的乌克兰 他们珍惜他们的民主 所以他们愿意为保卫他们的国土 保卫他们的民主价值而奋战 那这个也是Yaro最后 他其实也是给我们台湾人 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乌克兰战争 如果要为台湾有提出重要的意义 我觉得那就是对我们台湾人来讲 我们难得走到这一步的 这个民主的成果 我们要接下来用什么样的决心 跟行动来捍卫 讲座还特别邀请中央社总编辑陈振杰 以及世代文化创业群创办人周一成 共同参与讨论并分享他们对乌尔战争 与国际事务的看法 那陈总编辑他当然新闻资历非常丰富 而且他其实也是国际新闻记者出身 那陈总编他自己也曾经派驻这个华盛顿 也曾经派驻到叙利亚 然后呢他还是在第二次的波安战争呢 全球第一个发出波安战争的讯息 比CNN还早半个小时就发出讯息了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回应人是周一成先生 那周一成先生呢 他是在大道成经营了 跟年轻人经营了非常多的大道成在地的文化 跟商业的活动 那他当然不只是一个 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businessman 那他早期他就参与台湾的很多的政治事务 那现在也是其实是在社群媒体上 非常活跃的一个政治评论家 所以他对国际事务非常的了解 那这一次我们就特别邀请这两位 也来担任我们今天主讲人他的回应 在中加宽平的赞助下 台大新闻所每年都会举办数场讲座论坛 从在地到国际 以多元角度探讨媒体产业与新闻发展 当然我想传播现象其实是非常的繁杂 或者是说百花齐放的 可是新闻还是传播议题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 尤其新闻对于一个民主社会 可以让人民知道资讯 真实的资讯 而且这个资讯 它不只是说 倒置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现象 它同时也在监督政府 它同时也在维持一个社会的民主品质 那我们今年就非常幸运的 我们其实邀请到非常多专家 来解析台湾的地方新闻 那今天我们谈的是国际新闻 那其实地方跟国际 这个是一体两面的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都是台湾人 可是我们其实也是全球人 那我们在 虽然身在台湾 可是我们台湾的命运 也跟这个全球社会 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我们当然也同时 要关系国际社会里面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两个小时的讲座 在三位来宾热烈分享 与在场媒体学生 踊跃发言下圆满结束 台大新闻所 透过举办论坛讲座 也为台湾新闻与媒体发展 尽一份心力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炎炎夏日 是饮兵品的消费旺季 为维护消费者 食用饮兵品的 卫生安全及品质 台北市卫生局 抽验散装现场调制 手摇饮兵品 食用冰块及配料 第二波总共抽验81件 检验结果 7件饮兵品不符合规定 包括清源育源的 墨香绿茶 肉多多的 北海道牛奶风味冰淇淋 顶呱呱红茶雪泥冰 绝缕咖啡的 苹果野莓冰沙 和巧克力香蕉冰沙 都被验出腸杆菌科超标 包括饮料 冰块 还有冰品 还有相关的配料 这次抽验的话 在饮兵品的部分 在初抽是有 22件是不符合规定的 这不符合规定 我们后续先期改善之后 再去做进步抽验 有7件人们是不合格 这不合格的一个业者 我们也依照食安法的规定 去处罚3万块的罚款 在我们这次的检测的部分 通门的不合格 都是腸杆菌科的不合格 这个腸杆菌科的话 顾名之一就是 消化道里面的一个微生物 所以如果说在产品上 监测到这样的一个检出的话 通常我们就会去考量 是不是在制造过程 有一些的污染 所以这个部分卫生局也特别就是 提醒在业者的部分 你除了在原料的一个选择之外 应该注意之外 同时在你的人员的操作上面 包括你的工作服 包括你人员双手的清洁 在卫生局的部分的话 我们再去现场做查核 除了你的制造环境之外 人员的清洁双手的清洗 还有包括我们常见的冰扫 冰扫要挖冰块的这个冰扫 我们也会看是不是有宝石清洁 还有放在应该放置的场所 这个是我们对 饮兵品业者的一个呼吁跟提醒 那就消费者的部分的话 我想就是大家一样在做 这个饮兵品的选购的时候 那也可以去注重一下 就是在整个业者的环境人员的卫生 是不是符合相关的一个要求 卫生局提醒业者应重视制作过程 环境卫生及自主管理情形 注意冰箱储存温度管控 食材适量准备 为使用者适时冰存 定期更换制冰机或饮水机滤芯 以确保食品卫生与消费者权益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新生儿诞生是全家人的喜悦 但随之而来的照顾 也许会让新手爸妈忐忑不安 孩子的成长过程 随时面临需要咨询专业意见 卫福部社会及家庭署的 育儿亲职网 提供临时差无距离的咨询管道 协助照顾者提升育儿知能与技巧 那这一次又一个大改版 也很谢谢我们团队 提供给我们非常优质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这中间的过程 我们也放了蛮多 比较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就是像我们双胞胎 这一次是特别的 那还有很多的内容 我们去做了一些的更新 配合我们的环境 还有我们幼儿的一些需求 去做了一些改版 我们很谢谢黄博士 他们的团队 尤其治理大学这样的一个协助 那其实这个育儿亲职网 从101年在当时还是儿童局 内政部儿童局 那我们承接了以后 我们就来做了很多的一些 有关育儿知识的一些内容的一个修正 那这一次呢 配合尤其身心障碍 还有双胞胎等等 比较特殊的一些需求 我们也把它纳进来 那原来的架构还是在的 包括了儿童的发展 生活的安全 亲子的互动 还有很多照顾 生活照顾方面 我想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很需要 为了更贴近家长需求 网站委托专业团队进行优化与改版 设计儿童发展生活安全亲子互动及生活照顾四大主题 提供各阶段婴幼儿发展概况与照顾如何上手资讯 对很多的这个新手爸妈来讲 我想他们这个一定会很习惯性的上网 去搜寻相关的育儿的这个知识 但是在网路上往往这个错误的资讯可能比正确的资讯还多 所以我们这个卫福部能够这样子的一个用心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网站来提供我们新手爸妈最正确的一种引导 我觉得真的是很佛心很菩萨心肠 那这个我们治理这个创新设计学院 这个有非常多很热心很优秀的老师 那我们俗平主任她是很好的妈妈 她也是很好的老师 那所以我相信她在这个优化这个网站的时候 她的用心一定能够跟我们的新手爸妈 非常的贴近 非常的契合 育儿亲自旺有助强化家长亲职能力 及育儿照顾技巧 也成为支持父母育儿的最佳后盾 期盼借此提升国家生育率 让孩童健全发展与成长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式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化节目 不是她说的都会变成她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其盘关心您 转头确认左右状况 教练骑着车 一个载前一个载后 带着五名机车新手 在马路上实地演练 有学生为了增加实际上路的经验 也有家长为了用机车载小孩 在道路安架训练课程中 有教练带领除了安心也更安全 主要是因为我有小孩 我有两个小孩 那两个都还蛮年轻的 一个小学四年级一个才五岁 那我就是平常是开车接送 但是觉得机车会更激动 所以我就很想要学怎么骑机车 所以就最近才报我驾训班 然后考上驾照 然后呢就觉得说 为了小孩的安全 那因为我就是觉得路况 比较难去掌握 所以我要确保说 我机车至少要能转握 所以说这些人想说 有这样的机会就蛮好的 可以让我多练习几趟再上路 像我自己在开车 我常会觉得说 机车的路径有点难预测 那我现在自己学了机车 我就会比较能够有同理心 然后就会想说 就是要跟他们保持一点距离 然后他们的身体是肉包铁 这样子就很危险 所以就会比较 就会比较有懂得说 他们的心情 和他们在路上驾驶的概念 想说在路上一定不会那么慢 就想说就是会有这个机会 就来参加看看 对然后就是顺便练习一下 油门的发动这样 因为就是本身对机车 也没有那么熟悉 然后就想说来驾训班 然后试试看就是机车的那个感觉是怎么样 对 那你自己上完现在结业 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之后会不会比较敢上路 一定会啊 对啊 就是因为会就是道路训练会有上路的机会 那就是刚好也有这个机会 就可以在台湾路上骑骑看 对那未来如果真的有需要上路的话 就也会比较敢骑这样 为提升机车族安全驾驶能力 台北市率全国之先 搭配交通部公路总局办理机车道路安架训练 额外补助一千两百元 希望透过费用补助增加民众参寻遗愿 这应该算是初期啦 那那个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消息 说可以来加码补助的这个时候 我也一然决然就决定台北市应该要来 对这部分来多加码 除了让我们的机车驾驶呢 它的负担减少一点 事实上真正的容易还是希望说 大家能够重视机车的骑程安全 是这个都需要多宣传 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管道 甚至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想也藉由今天这样的场合 就有媒体帮我们多宣导 我想不管在学校工种 或我们市政府 我们会透过各种管道来跟家长 跟学生们去多做 这样的一个场地的训练 或是道路的训练 大家应该要珍惜这样补助的机会 那也不要拿自己的生命 在道路上再去做学习 在这边可以有充分的保障 根据统计 北市近三年机车死伤事故 平均件数为22134件 约占整体事故79% 其中18到25岁年轻机车族群 事故人数占比约31.2%最多 推动机车驾训 不仅违规风险降低56% 肇事风险也降低35% 那事实上我想我们按键课程也非常丰富 也包含了整个在道路上面的一些危险状况的一些模拟 从起步然后变换车道到转弯 还有一些路口停浪 另外还有一些保持安全距离跟大行车的一些 大概视野视角跟内轮差等等 我想我们也会带学生来做一些防疫驾驶的一些体验 那另外我们在体验过程当中 其实教练大概也会在前后监看 那如果说有一些他不良的一些驾驶行为 我想我们在中间也会停留下来做一些回馈 那也会指导他们 我想这样对于整个学生在上路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可以减低未来我们的一些伤亡的一些时间 因为我们工作总局在去年也经过统计 发现就经过整个机车的驾训之后 他整个的一个违规的风险降低了56% 那招式风险降低35% 事实上有实质的一个效益 那我们在目前大概也各地区 就全国各县市的驾训班 有的大概也有机车驾训这样一个规划 那我想整个人量充足之后 我想这次我们工作总局未来 会强制来实施机车驾训 驾训班教练表示 不少民众考到驾照后却不敢上路 或是骑车时不敢加速 课程除了增加学员实战经验 也掌握骑车要领 所以第一个我们面试绕水的目的就是 你要让这个油门你是敢加油门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车辆的这个掌握 一般来说呢 车辆在转向的时候 有些同学在这种低速啊等等 或是在转向的时候 他的手会对把手过多的出力 这时候就会造成呢 他在转弯的时候 可能车子会晃动等等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些事情 那你帮我推好了 好车子呢 在往前以及呢 左右倾倒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个自主转向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他现在有往前力量 跟车子倾倒的时候 他的把手其实会自动的转向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如果有些同学 对于这个不熟悉的话呢 他就造成 车子他其实会自动转向 但他的手又去出力的话 就造成车子会成一个 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呢 练习这一个呢 他就可以知道 哦原来这个是自主转向的 这个就不需要对把手 多余的出力 OK 这是我们练习绕水的 最重要的两个的目的 第二个呢 我们要讲的就是紧急刹车 那练习紧急刹车就是要在车辆 在越短距离把车辆停下来 是我们训练的目的 因为机车 它不是一个安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有可能你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呢 第一个 你没办法用到它 完整的紧急刹车力量 或者是因为你操作失误 而造成车子晃动啊 或者是跌倒的情形发生 所以呢 紧急刹车需要练习的 尤其是没有ABS的车款 好 我们车子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把手的这个部分 在路上看过蛮多的用路人 在操作的时候呢 他的手 手指都会放在拉杆上面 其实我不建议这么做 那为什么 你手指放在拉杆上面的话呢 第一个 你有可能你在加油门 手还是放在上面 你遇到紧急状况 你会用最快的速度按下刹车 这时候可能就会造成 边加油门边刹车的情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如果你手放在上面的话呢 如果不小心遇到坑洞 就容易 这个手呢 就可以 这个把手就被弹开了 所以这时候就比较容易 比较危险 所以我们正常来讲 应该是手握好 把手 有需要用到刹车的时候呢 再伸出来 操作刹车 好 那接下来来讲一下 刹车要如何的操作好了 我们在操作刹车的时候 右边是前刹车 左边是后刹车 那前刹车的自动力会比较强 但是 如果你在操作紧急刹车的时候 优先的使用前刹车 重心会往前移动 这时候呢 有可能就会跌倒 或是往前翻等等的 这些危险的事情 所以我们正确的操作呢 是要先操作后 再操作前 但是可以接近同时的操作 交通局提醒 北市开办道路安架训练计划 在大台北驾训班 欢迎有驾照的新手驾驶 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雨漏会主委陈吉仲合体推荐台南玉井有名的芒果冰 为了推广家乡台南美景及丰富的农特产品 立法文郭国文特别与光局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方面合作 在立法院红楼广场举办 check in 先进西拉雅活动 邀请国人造访有先进美名的西拉雅风景区 赏美景 尝美食 买好物 南部的台山圣主要贯穿整个台南的山区 包括南西 南华 玉井 佐镇 那边许许多多的美景美物 美食 很多人都不晓得 那对很多人来说呢 其实那个就是先进 对我为人是很早以前的秘境 但是因为大家不清楚 我就特别把这一个美景 美食 美物 推到这个立法院来 让更多人知道 如果你来台南不一定要去旧府城区 你也到原县区的山区走一走 非常迷人 非常好吃 台山县在西拉雅地区非常长 那整条的这个原县非常多的商店 还有我们的观光的业者 那也有很多的农特产品 还有伴手林 那整个风景非常漂亮 那大家原本都只有熟知的是 关子岭的温泉跟沐山头水库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一次来到台北 来展带着观光圈的业者 来这边展出他们的达人 最拿手的这个伴手礼 跟他们的农乐产品 希望能够借着这样吸引北部的好朋友 能够知道我们西拉雅 能够来一趟西拉雅的精彩的先进旅游 其中台南芒果部分 虽然今年因为雨水少 芒果的个头较小 不过产量却比往年还多 甜分也较高 因此夏天一定要到台南 品尝芒果的香甜好滋味 今年的话产量力会比较多 可是体型会变偏小 因为没有雨水 导致芒果没有长大 今年的芒果比去年更丰收 因为去年大家可能很少吃到芒果 那今年如果你要吃芒果 要吃特大碗的 比我们台北市更好吃的芒果冰 欢迎大家到台南狱景 那当然不止狱景 我们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有这些的芒果 全台湾的芒果盛产最多的 就是在我的选区当中 玉井南西南化 还有包括佐证大内还有关天等等 其实都非常好吃 特别是爱文文蛋 还有土芒果等等 其实真的要吃芒果 真的要来台南 而且夏天时期 生产出来的水果更好吃 而芒果真正盛产的时期 在夏天就是在台南 所以一定要来台南吃芒果 台南不只是小吃好吃而已 台南有很多好吃的水果 特别是芒果 一定要来吃看看 现场吃的芒果 滋味一定不一样 除了知名的玉井芒果冰 活动现场还有不输日本滋味的 黄金桥麦面 南西商圈的果农之家 梅屋天然有机梅园的特色梅子产品 及知名农场 走马赖的牧草系列商品 集结五大知名西拉雅 在地业者共享盛举 西拉雅国家风景管理处 方面期盼 在地观光物产资源与魅力景点 进行交流和串接展现多重玩法 让更多人有机会到南台三线 体验西拉雅有如先进般的旅游感受 一起来西拉雅玩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防汛新政策宣布启动疏散门 只出不近四小时内 停在体外停车场的车主 必须紧速移车 否则车辆将会被拖掉并裁罚 往年的话我们这个体外停车 在拖车的部分都是以疏散门 关闭的这个时间点来作为一个拖车 拖掉的这个时间点 那因为我们市长 讲市长这边有强调 就是要敌虫环欲敌虫盐的这个部分 所以从今年开始 就是在就是疏散门实施 只出不近四小时之后 我们就会开始来进行这个拖掉 那如果说不拖掉 就是如果不移车的部分 会会会会会有下会有什么样的罚则 那依照这个水利处所公布的 这个本市河滨公园车辆 停放禁止及限制事项 还有平时或台风超大还有雨期间 违规行车是处罚原则 就是说当我们宣布只出不近四小时之后 如果没有还留在现场的部分 那就会依照这个 位移车会会有罚管 就是大型车是4,800 小型车的话是2,400 那机车的话是1,800 那如果有被拖掉的部分 另外还要再加收这个一致保管费 那以小型车来讲的话 一致费是900 那保管费的话是半天的话是100 那另外在这个公告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车辆没有撤离的部分 那它的损害必须由车辆的这个所有人来自行负责 那民众呢他要如何去得知这个疏散门管制的一个状况 那目前市府这边有提供几个管道 第一个就是水利处的这个链链水利台北水利 这个LINE的东方帐号 那第二个就是由消防局这边 他们所设置的这个台北行动防灾APP 那第三个就是由我们田馆处 这边来提供的就是防讯减讯通知服务 那这项服务是属于免费的部分 那如何去登陆这个防讯减讯通知呢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必须先到我们停管处的停车查询一站式服务网 这边来完成认证 那完成认证之后呢 那首先就是去登陆 登陆完之后到这个车主专区 那选这个车主修改 那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那再去选定这个绑定车辆 然后新增车辆的部分 那最后就来勾选择这个车走 然后输入车牌号码 那以及这个服务通知这边去勾选这个防讯通知服务的部分 那这样就会登陆完成 那登陆完成之后呢 只要是后续 就是苏扇门这边有任何管制措施的话 停管处这边就会发送这个简讯的一个部分 那简讯的部分 那今年另外一个新的措施就是我们这个简讯呢 有一个请民众在确认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当您收到这个简讯 去点选这个确认的网址 那再表示说你有收到 那要是没有收到的话呢 就是我们会在15分钟之后 会针对这些没有确认 点击确认的这些民众呢 我们会再发第二次的一个简讯通知 那这个因为我们就是停管处这边有发送 是用市府的一个防讯门号 那民众可以注意就是后面的这个四个 不管是哪一家电信业组 最后四个号码都是1999 这个部分因为避免民众 会认为是诈骗的电话 那所以说我们就是 不管是哪一个门号 后面都是1999 当然民众如果对于这些简讯有疑虑 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服务专线 来做一个确认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民众有收到这个简讯 就是点击确认 那如果车子确实停在题外的话 那就请尽速去移车 我们会极尽所有的管道来做通知 包含你刚刚讲的说开记者 会做红布条做QR Code 放这个夹单 我们夹在所有的这个 题外的车辆上面 我们甚至连彩绘强都去画了 那是很大的彩绘强 那各位可以给我看一下 是2公尺乘6公尺 是一个大型的彩绘 就是我们要想尽办法 让民众知道 你今年这个 只出不进4个小时 要开始自救 我们如果说戒时 我们还是会脱掉 但是量这么大 民众 我刚提醒 里面被塞外面下雨要记得收进 城市提外提外 一定告诉你 水会来 要把它当成民事会来 去年就是大家觉得 啊 不会进 那就好 所以我们再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会希望做到 善尽提醒 但是请民众也要注意这个讯息 所以刚刚提到说 只要只出不进 周边洪光线开放停车 路边收备 那个划定区域的路边停车收备 一样也是比较暂停收备 所以就是把这个空间清出来 让提外的车量能够出来 我们也知道说民众实际上不得已 要停到提外 但是 但是在这种天极端气候之下 既然这样的一个 这个料理从宽的话 我们以后市政府宣布的话 我们会开放这个政策 把这车辆移出来 大家有空间可以点 所以希望 各位媒体能够帮我们做家宣打 交通局局长陈宏敏也再次呼吁 车主也有义务跟责任 保管自己车辆 不能只靠政府移车 如车辆因此产生损坏 需自行负责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新移民学员穿上印尼 马来西亚等原属国传统服饰 分享当地文化 并介绍课程中彩绘的美甲作品 松山区公所举办新移民指甲彩绘班 吸引来自中国、缅甸、泰国、印尼、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新移民报名参加 在玉达高中时尚造型科 陈兰梅老师的指导下 不只可以学习到完整的指甲彩绘基础 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今天穿的这一件有没有人猜到是来自哪个国家的图案呢 是对的 所以呢我今天也指甲也配合了我的衣服画了这一个图案 其实这个传统图案啊 它是在画什么 其实我也看不到很多 所以就 不然这个是很漂亮 对了 我就是模仿了它画了一些 所以就画成这个样子了 谢谢老师的教导也很开心参加这个美甲 也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这个鸟就是在我衣服上面的鸟 它是刚刚的 跟衣服是一样的 哇 哇 很厉害 我们这个服装是印尼的 后来今天我们是学那个指甲的 所以我直接才会 所以搭配我们这个颜色跟这个指甲的颜色 哦 所以每一个像这个也是印尼传统的厨师 哦 叫做格巴亚 啊格巴亚 这个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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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是辣的 辣的 辣的 所以都是不同的 但都是传统厨师 对 是你们怎么会想要报名这一次的课程 哦 因为女生都很暧昧 对 那我分享一下我的好的 好 因为 我女儿她今年就是刚好出社会在工作嘛 然后她就有去做这个美甲 做一次就我就问她 我说 你说你做一次多少钱 然后她说 一千两百多 我听到 简直是惊呆了 因为我完全没有关注过 也没有接触过 她的价钱是多长 结果 我听我女儿那样讲之后 我觉得 你怎么舍到 她那么多钱 听说一个美甲 要一千多块 然后 就刚好中三期我所有 这个课程 美甲的课程 所以我就 赶紧把她来报名的 我就是我来去上市看看 就是了解一下 结果上了之后 我发现她需要的东西好多哦 也需要很多的耐心 也需要很多的创意 真的 我觉得是说 那个钱 也是需要这么多钱的 真的 所以了解比较好 我也是第一次 就到这个课程 也是第一次接触美甲 然后让我真的大开眼界 我觉得说 老师一直上课说 买假的就是很深水很深 真的就很难想象 会用到那么多材料 工那么细 我就觉得说 真的就是一千多块钱 就觉得说 那一千多块也不好抓 也不好抓 对 由于课程规划内容丰富 结业适中 总共有16位学员 获得全勤奖殊荣 松山区区长游竹萍表示 对于学员的用心打扮 与准备感到相当惊喜 也佩服学员们在指甲彩绘上的创意 与学习的用心 由于接下来即将进入台风季节 现场也特别邀请防灾室 向大家进行防灾宣导 这么漂亮的指甲 让大家做温张新娘的感觉 那在这个节之前 我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今天是我们节室 那因为下个礼拜好像有台风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公所的这个防灾室 来跟大家做个防灾宣导 那也希望呢 大家因为其实都是家里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份子 所以呢 这个有像一些这个防灾的观念啊 还有一些市政场比较重要的 包括一些一些交通员 拜托我们有些交通安全的一些想法 也要拜托大家 也成为我们公所的这个 很厉害的这个防灾的种子 那之后呢 有任何的这个防灾的宣导 也要拜托大家 帮我们一起做这个相关的一个执行跟落实 区长邮竹平表示 松山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不同主题的新移民课程 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松山风情 松山区公所脸书粉砖上的最新活动 与课程讯息 松山区新移民自家产会班 客产圆满完成 大家开不开心? 开心! 新移民在! 在! 介绍领期会台北报道 社区长辈齐聚一堂 有的来这儿做健康检查 有的排队来领餐盒 这是中国人文生命科学永续发展协会 在今年公园圆艺展览馆前 广场举办的送餐活动 透过关怀让弱势长者感受社会温暖 那今天呢 我们与万华的这个滕云里 忠贞里 以及林小里 三个里的里长 一起來合办 这个一份爱 一份快乐的 关怀弱势长者松山活动 会有这个活动的缘起呢 其实是协会的创办人 王韵老师 从协会成立以来 就鼓励协会的志工 要多做这些所谓的弱势关怀 那因此我们近几年也致力于 在独居老人的活动推动上面 那特别我们在做独居老人的推动上 也跟滕云里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合作 那因此促进了今天的这个 充餐活动 然后做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活动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说 独居老人的相关的议题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的缘起 因为他这个协会 之前有找到我们三个礼嘛 忠贞 藤雲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林霄礼 那这三个礼就是我们 我们民进团队的议员 然后他说希望跟我们这些 这三个礼合作 所以找到我们当指导单位 然后透过这些活动 来传播爱 然后让生命的 生命发光 然后发挥正能量 当天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内容 除了500份便当 还有养生气功教学 意见 赠品发送等 关怀长者们的生活起居与健康 我们其实虽然说 我们是一个长者的送餐活动 但是我们在整个摊位设计上面的话 除了说有忠贞礼 藤雲礼 跟林霄礼这几个送餐的摊位 那我们现场也有准备了 协会的志工会来带一个 具有生命力活动力的养生气功教学 希望透过这些活动 可以让独居长者们的身体 也可以获得健康 那同时我们也邀请美法师 在现场也会有益检的活动 以及我们协会的志工的成员 也有医生的资格 那他们现场有一个医护的卫教区 那有些长辈可能身体上 有些怎么样的疾病 都可以来做个洽谈咨询 那最后在整个活动当中 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三十题的 趣味有奖的这个互动问答 希望说透过这些活动 可以让来参加的长辈 心里也获得这个开心 充满一个爱跟温馨的一整天 我们广华区现在有百分之二十二十六十五岁以上 事实上是个老年化蛮严重的地区 那未来我们可能会透过关怀据点的设置来扩大 那第二部分就是由里长提出营养咨询站的部分 那在里半我们提供跟健康中心合作 提供咨询服务 那老人家他可以在饮食方面能够注意 然后活动方面也能够加强 也就是说管住嘴啦 麦开腿 这样身体就会健康 协会志工固定每周送餐给长辈们 也透过这项活动 期盼抛砖引玉 未来结合更多里区甚至县市传递爱与快乐 记者温云君采访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走进爱山路东岸地下道 墙面上缤纷的色彩 观光导览资讯一看就懂 东岸地下道获得了企业任养 金融市长谢国良 议长佟智伟 副市长邱佩玲 副市长邱佩玲 副市长杨秀玉 共同主持剪彩仪式 感谢我们和泰环境永续基金会 跟大金空调来做这一次主要的 任养伙伴 那我觉得任养这个事情呢 在基隆未来是可以更 广泛的来推动 因为事实上包括企业 包括永续以及企业社会责任 都是现在企业很重要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基隆市可以趁 这一波永续跟企业社会责任的 这种合作的一个趋势 是好好的邀请更多的企业来基隆 做更多的任养跟永续的合作 那包括我们了解未来在城隍庙地下室 也有一个相当大型 而且豪华的车子品牌 要来帮我们做公车亭 而且任养 所以经过这一次的改造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成功的维护管理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大家可以想像如果观光客 从火车站出来 好天气你会走哪里 好天气你会从海洋光场 一路走到基隆庙口 会经过这两座地下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所以今天再次的表达 我代表市议会跟副议长 诚挚地表达 使用市政府 对使用政府的感谢 那我想市长常说 政府的力量有限 民间的力量无穷 我觉得民间不仅在提供资源上 民间的创意也是一流的 希望在市长的指示下 带领我们 我们努力找更多的企业 让基隆变更好 也谢谢市议会的支持 负责任养的核泰环境永续基金会 请设计公司以图形编号 及地铁的方式增加辨识度 同时融入基隆的海洋意象 让地下道变得缤纷亮丽 其实我们一直想要在 就是在赚钱之以来 要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成立了 環境永续基金会 刚好这个地下道 也就是符合我们这个 那也创造了三营 我们基金会 市政府还有市民 都可以共同来分享 这一份的清洁跟农药 所以我也感谢市政府 给这次的机会 每天早上会来清洁一遍 就大概擦拭一遍 然后不定时的这种寻垃圾 对对对 那两期间 基金会除了自费建构 视觉指标系统 和观光导览资讯之外 同时也负责地下道的清洁工作 将和市府一同打造 友善互助的城市形象 记者 王少明 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郭美秀 特地利用建议款60万元 协助市政府环保局 购买噪音侦测仪器 协助环保局和警察局 取缔改装车 并且由市长谢国良 亲自带领环保局长 马仲豪 警察局长张树德 以及民政处长 张渊祥等人收下 噪音的侦测仪器 然后给环保局 环保局再借给警察局 来使用 那因为警察局的 勤务时间是24小时绵密 所以如果接负民众 一领的报案 或者再易出入 这个噪音的地方 我们有这一个机器 相信执法更快速更有效力 应该可以遏止 这个噪音的一些状况 我非常感谢美秀议员 美秀姐这一次 抛砖引玉 捐赠她的这个 不能捐赠 就是用她的建议款 来做这个 有关于这个噪音取缔的设备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 虽然她抛砖引玉 做出了这个 我们希望我们要 规模也要更做更扩大 让更多这样子的机器 可以在室内 现在的改装车真的是非常的猖狂 那我们也觉得这个 对我们来说算是一个社会的毒瘤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能够跟警察局 我们更进一步的 把美秀姐这样的好意 继续扩大 然后我们也复制 能够在各个区域都有这样子的设备 然后呢 取缔更多的不法的改装车 我听了我们环保局跟警察局 还有我们民众的声音 大家需求量 就是这个噪音的问题 已经危机到我们基隆市 所有的乡亲他们的 晚上睡眠的品质 跟行车的安全问题了 所以这很急迫 所以我希望用我的建议款 然后让这件事情能圆满 另外郭美秀议员也在利用 建议款23万元 协助市政府民政处 针对中山区五个礼的 礼民会堂进行改善修缮 也获得民政处长张渊祥的 肯定和感谢 中山区有十几个礼 他们的屋檐都已经漏了 或是需要回修 就是维护他们的安全 所以我也拨了23万 在我们中山区的民政课里面 运用他的建议款23万的金额 来给我们协和民治文化人政 以及通民理 来做相关的整修工作 我们会按照他的这个情况 来做这个运用这个经费 下面谢谢郭美秀议员 袍装引玉 希望我们所有的政府的预算 包括建议款 这个妥善的运用在需要的地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新北市发生幼儿园学童遭喂药的案件 也引发基隆市议员的关心 有议员在市议会大会时建议市政府 应该要建立认证以及检查的机制 特别针对基隆市学童 食用营养午餐之前 以及学童用药监督管理 建立相关机制 来防范类似的情况在基隆发生 我希望我们基隆市要成立 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就是一定要在学童 每天的营养午餐之前 要送给学童食用的营养午餐 一定要经过营养师来认证 因为每一样的食材 不一定每一样食材都非常的安全 那如果经过营养师的认证之后 才能知道说这个食材是不是安全的 不然的话 因为经过这一件事件之后 我们真的是非常担忧 要生一个小孩很不简单 但是你这样来祸害我们的幼童 实在是可恶至极 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在学校的营养午餐要送出之前 一定要经过营养师的认证 才能够送给学生食用 谢谢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是不是能够反思说 在我们基隆市的各级的 这个脱教机构 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机构 我们各级的学校里面 针对小朋友 以及我们的学童用药的方式 除了脱药单的管理以外 那学校里面应该 能不能够有这类的管制药品的出现 以及学校 它应该跟我们的这个药师 或者是跟我们的药局 来购买的管制药品 只要是管制药品 我们有没有清楚的去掌握这流向 我觉得是不是能够 我在这里提议 未来在本市 如果有任何教育机构 不论是从学校的这个护理师 这里向我们的医药单位 来申购此类的管制药品 应该要有流向追踪 这个部分我要建议 我们基隆市政府 应该要建制一个机制 来做这类的管理 那方便日后 如果有不当的药物流出的时候 或者是有此类情形发生 我们对于流向的追踪 会比较有个系统性 以上 开会的议员们也都复议 张芳丽以及施伟政议员的建议 因此议长同志位也决议 要求市政府研议办理 来保障基隆市学童们的 饮食和用药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 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加集团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图形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大家好,我是睡美人 108年度各类所的扣面角及鼓励评单申报期间 自109年1月1日起至109年2月5日止 扣脚义务人几部各类所的开立之扣面角及鼓励评单 可透过网络方式办理评单申报 不受时间、空间之限制 一经上传成功即完成申报程序 省时又便捷 大家记得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 下载各类所的评单资料申报系统软体哦 有人在吗 救命啊 您好,我是足迹总处的统计访查员 政府透过每月人力资源调查 你想跟孩子们保留着温馨的回忆 但你知道这个房子该做补墙了吗 民国88年以前因法规标准较低 因此房屋耐震能力较弱 尤其是骑楼挑空、顶楼有家盖等 不重脚轻的房子 地震来时可能造成底层破坏 内政部营建署提供私有建筑物耐震阶段性补墙 最高补助220万元 补墙做得好,地震少烦恼 好像打开开关一样大幅进步 可以清除诊断每个同学的需求 教育AI 英才网 开启台湾数位学习的契机 见证一段全新的师生关系 分享快乐与自信的秘诀 英才师教 英才网